我觉得这个建议把印花税往下再调 对于提升我们竞争力的影响不是太大 我们现在印花税征收的比例大概是0.1% 从一般的投资者来说 从他的投资回报的角度 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交易成本 我主要要考虑是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 我觉得在香港这个市场 人家来投我们的股票 投香港市场的时候 我们本身已经有足够的竞争力了 他如果要选我们的股票投的时候 他也不可能去有一个替代的市场 最重要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市场做好 所以最近你看我们引进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企业 可以上市 没有收入的这个生物科技公司 也可以申请在香港年加上市 所以最重要是怎么样 让我们这个上市平台能与时并进 而成了把握好这个产业的发展的方向 如果能把这个把握好的话 不断提升我们自己 我们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核心的 竞争的关键的恩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